张敬伟美国迎来史上最长的大牛市,时间长达九年,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,这都是很牛的一件事,也令A股股民无比艳羡,美国股市自2009年3月9日开始转牛, 到当地时间8月22日,已经持续了3453天,超过由第一次科技股热潮推动了1990年至2000年牛市,从而写下新的历史,在本轮牛市期间,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幅惊人,标普500涨幅超过320%,到指涨超300%,纳斯达克则上涨超过了500%, 尽管特朗普总统对此发了推文表示祝贺,但不得不说,美股本轮优秀的表现,和特朗普虽然有一定的关系,但它并不是作用最大的因素。 有分析家认为,特朗普给美股的贡献只有8%,按时间上诉,奥巴马两个人期待给美股的贡献超过了90%,图片来源。 视觉中国由此看来,美股所谓的特朗普行情,其实是特朗普摘了桃子,而在这一过程中更折射出相当强烈的政治讽刺意味,继承奥巴马行情的特朗普,执行的却几乎是逢奥必反的经济政策。 以货币政策为例,奥巴马时代对耶伦执掌的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,坚持不干涉的原则,但到了特朗普时代,他曾经表态,要夺了耶伦的饭碗,即使后来他的态度有所改变,对耶伦甚至一度表示出了喜欢,但还是没有继续提名,让耶伦一任而终。 特朗普不仅不喜欢耶伦的民主党人身份,对于肖规草隋的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曾表达过不满,他认为目前的美联储加息进程应该改变,不应该过快加息,然而,特朗普忘了一个举世皆知的事实,过去十年,也是美国华尔街危机,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十年。 危机周期内,奥巴马采取了一系列拯救经济的政策,最核心的是两个,一是立法强化对华尔街投行和金融大佬的监管,另一个则是美联储实施三个量化宽松政策,通过印刷美元,消费美元信用的方式,使美国经济摆脱危机。 奥巴马总统于2010年,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,使之成为法律,该打的核心内容是将美联储打造为超级监管机构,充分发挥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,同时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,保护消费者的利益。 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加速印刷美元的方式,也将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嫁给了全球。 特朗普要美联储不要过度紧缩,还要废除奥巴马时代的金融监管法案,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埋下了制造新危机的隐患。 不过,无论怎么评价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,美国股市都不可思议地在经济危机周期内维持了牛市节奏,这都值得各国经济决策部门好好的研究,而股市走强的动力来源,更是投资者值得深思。 首先,本罗牛市之前的危机周期,是由自带危机和华尔街金融投行无节制的贪婪和金融创新所致,而金融体系的紊乱和失衡,一方面凸显华尔街金融行业的乱象,另一方面也折射美国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刺激和催化,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辩证法。 金融乱象中蕴含着金融的活力,尤其是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支撑,美国活跃的金融体系,是支撑美国经济的主动能。 华尔街虽然信奉贪婪,但也抓住了资本的天性,华尔街拥有全球最大最好的投行,也拥有全球最好的投资家,可谓拜危机也华尔街,城也华尔街,而美国强化对华尔街监管,带来的现实效应是, 华尔街大佬约束了投机的本性,对美国资本市场释放了正能量,其次是高科技企业之功。 1990年到2000年期间,美国也曾有过长期牛市,这期间堪称美国高科技企业,从草创到成熟的时期,信息技术的新动能支撑了美国股市的长期走牛。 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,也让这个牛市周期画上句号,但是华尔街金融危机期间,美国科技企业已经逐渐成熟起来,变成了凤凰涅槃后的独角兽企业。 这些高科技企业不仅让微软继续辉煌,也成就了苹果、谷歌、脸书以及亚马逊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资本新贵。 路透社数据显示,标普11项大的分项指数中,非必需消费品、信息技术、健康保健,是此轮流失涨幅最高的三大板块。 十年间累计涨幅分别为263%,242%及170%,在更为细分的板块中。 互联网及末路零售,互联网软件及服务、技术硬件、存储和外围设备、健康保健供应商及服务和专业零售,是前五大累计涨幅最高的板块。 十年涨幅在284%至1918%不等。 值得一提的是,苹果成为全球首个超万亿美元市值的股票,FA&J组合,及脸书FB、亚马逊AMCM苹果AAPL、Netflix NFLX和谷歌GOOG虽然被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估值过高,但由于其创新内涵的推动,未来股市表现依然会被看好。 而在人工智能时代,美国高科技企业,依然拥有全球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优势,因此市场也为此注入了信心。 再次,美国长期积累的软硬实力和美元的权威低位,决定了美国市场,具有强大的抗压能力,而对于外部市场的风险传导,也具有较强的抵御力。 特别是美联储进入加息进程后,每次加息几乎都会带来新兴市场资本外流,和股市会式的波动。 因此,美国靠其自身的经济实力,不仅在危机时,将风险转嫁到全球市场,而且在经济向好时红吸新兴市场的资本,加之美国对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和关税壁垒,更让美国具有吸纳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霸道。 由此可以看出,美国战后主导的全球智力秩序,和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,成为美国股市长期走牛的主因。 有分析认为,美国牛市过去九年跨越了高估值、联储政策调整、债务评级、行业走雄等主要障碍,但是美股凭借美国经济实力的支撑,还是维持了大牛市。 不过,股市周期性起落很正常,这既是市场常识,也是股市铁律,这波美国长牛市还能维持多久。 还有待观察,尤其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长期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,不仅消耗了美国的公信力,也降低了美元的全球货币信用。 一旦全球对美国失去信心,美国股市也将充满变数。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洋金融研究院课做研究员。 western巴克象斯监制伦大作者 苹果冠社语广砂定习近平有 проблема他们这是保护主义的迪迈养zi 感谢观看